山头的台风重创南台湾 在高雄古山一间超商不敌强风 三名店员是用手抵住大门 下一秒大门直接被吹破 就像是电影场景一样 三个人也当场喷飞 另外在小港的一间超商 大门玻璃也遭到吹碎 电话板包括了钢架商品全都摧毁了 画面相当惊悚 13级强风吹过来 三名超商店员用尽全力抵住玻璃大门 没想到下一秒强风成了空气炮 冲破大门三个人完全抵挡不住风力 直接喷飞撞上后方冷藏柜 店内物品和天花板青钢架瞬间到处飞散 恐怖场景就像在拍电影 喷飞的三名超商店员全埋在层架底下 其中一个先站起来扶住影印机 其他人也陆续爬出来 监视器画面被PO到网路上就被网友形容 简直跟灭店一样太可怕 他们店员抵着门然后直接被吹进去了 就东西破掉的声音啊 没经历过那么大的台风 会不会觉得很可怕 很可怕 很恐怖 瞬间风也是就突然来会觉得说 是不是玻璃快要破了 高雄古山这间连锁便利超商 遭山陀尔台风袭击货架商品 东倒西歪变得面目全非 超商业者也赶在天气放晴 加紧清扫而同样被摧残的 还有这 小港医院救急诊室旁的便利超商 遭山陀尔重创 不仅店面被强风吹到不离全毁 连柜台都被掀翻到店外 辛苦的超商业者台风天如临大敌 就盼加紧脚步整理 恢复营运 借江洪知道高雄猜不到